大家好,我是阿辉 早餐不要再吃包子油条了 今天教你一个简单又特别解沉的做法 上桌以后全家老少都喜欢吃 一起来看看是怎么做的吧 碗中加入300克的面粉 少加一点盐增加面的筋性 再用160毫升的温水来和面 一边倒一边搅拌 搅成面絮状再加入10毫升左右的食用油 然后下手揉成面团 揉成一个稍微偏软一点的面团 盖上盖子饧上10分钟 趁这个时间准备一点油酥 碗中加入20克玉米面 少加一点盐,一点胡椒粉 再倒入刚烧好的热油激发出香味 用筷子搅拌均匀 我们的油酥就调好了 再来切一点葱花 不喜欢吃葱花的也可以不放 切好装碗里备用 这会儿面团已经饧好了 不用揉 用手按扁后再用擀面杖直接擀开 擀成长方形的面片 擀开以后把做好的油酥直接抹上来 薄薄的抹上一层就可以 再把切好的葱花直接撒上来 再从下往上将它卷起来 边卷边按压把里面的气体排出来 这用做的花卷层次更丰富 收尾的地方捏紧实一些防止油酥露出来 圆好以后再从中间切一下分成两份 取出一份一边拉伸一边摔打 把它撑得更长一些 然后慢慢卷起来 收口处压在底部 把另一个也做好 做好以后盖上保鲜膜松弛10分钟 水平之后把生坯放到装有芝麻的盘子里 稍微按压一下 饼的表面就会裹满芝麻 用这种方法比撒得更加均匀一些 擀满芝麻以后移到案板上稍微擀开一点 在擀的过程中如果饼子会回弹的话 就说明饼子醒的时间不够 再放一会儿擀的时候就不会回缩了 擀成一个圆饼像这样就可以了 地面蒸鱼热刷一层食用油 油热之后把饼坯直接放进来 在表面也刷一层油锁住里面的水分 用上下火开始烙制 三分钟左右给它翻个面 品的颜色变成金黄色 按压感觉有弹性 表皮脆脆的像这样就可以出锅了 非常好吃的葱花饼就做好了 大家看一下 这个葱花饼的层次非常的分明 就算没有加酵母粉做出来也是相当好吃的 这样做的早餐饼既简单又好吃 吃起来特别有嚼劲 光是看这个颜色就特别的有食欲 喜欢的朋友赶快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赞收藏加关注 谢谢您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